我们开始啊还是高段高段期步研究吧 然后的话现在我已经打开了 上次的话打不开 他这个的话 gib格式的话 议程那个的话是gib格式吧 gib我猜测那个g的话是go的意思 go information就是围棋的那个信息的那个块 b可能是block 这个反正他有些是sgf格式 我猜测的话是simplego format 简单的 那么你用这个multi-go的话 可以把gib打开以后可以保存成s 他这个gib格式实际上是一个文保文件 他这里写着有个gainwhite name 就是白方的那个名字 这个的话就是以前知道过我的一个老师吧 他是四川人 这个四川好像下围棋还是很多的 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厉害的吧 那里的下围棋人比较多吧 那么那么他这里的话实践也有的啊 他这里的话有一个是时间 这这半期的话是双方下的还比较谨慎 他是那个下的是20分钟 每方用是20分钟 那这里有一个升降啊 升降对决的话 2017年7月5号下的 他是下午下的啊 下午的话可能是快下班的时候吧 4点半的时候 有些公司可能还没下班 但是这时候的话也可以稍微虚乐一下啊 有可能是这样 我猜测 一般公司都是5点5点半以后吧 但是四川我就不知道啊 然后的话他这个地方我们来找来看一下啊 他这地方有时间的啊 叫什么 每方20分钟应该是有时间的吧 哎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下面这些是坐标吧 就是双方下的这个坐标 ST0 ST那个的话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时间的话 哎 每方用是几分钟 我上次看到过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每方是20分30秒对不对 多秒三次啊 他这里写在那里 所以说这一盘的话 应该说双方都是比较谨慎的啊 白中盘是好了 那这个懂了啊 懂了以后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就这盘去啊 看一下 也就是我的老师是白的啊 看我的老师随便还是可以 我上次感觉的话白的 白的问题时候也不是说没有吧 但是我现在以我的理解可能是理解错 我认为白的话稍微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请销可能稍微有点过分吧 那怎么回事情 他又现在又速度又变满 稍微等一下啊 少录一会吧 我们录个十分钟就算了啊 这个人闹的话没办法 人闹的话浅度学习的话 一周的话能不能学掉一张旗步 还是个问题啊 电脑的话他几百万战旗步被他学掉了啊 可以能打开啊 前面几步的话几乎已经理解了啊 就是有一个地方的话 我后来想过的话 白方的这个下法是正确的啊 不能够直接上去 我当时的理解是错误的啊 反正都是事后诸葛亮的啊 一张旗步拿到的话 拿到的话我第一遍看下去的话 看到云里雾里 那么就是看完一遍以后的话 就是说我讲过坐在公交车上啊 然后脑子里想想看 这个时候的话能想到你 但是你实际的话 比如说我去下的话 二十分钟的话 那我肯定乱下了 对不对 完全没感觉了啊 这个的话分头的话 他是希望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希望从小木这边的话 来两翼张开啊 他是达到了 最终他的确达到了 那个两翼张开这个效果啊 但是他张得不是很大啊 这个两翼张开指的是 就是说张到张开到心位 他的话就是心位过来 过来两路啊 在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黑方有可能这里有点问题啊 黑方选择了这个 反正按照双飞烟的道理 就是压强不压弱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反正是压弱了 应该说这个子强 这个拆要强 对不对 他去压那边的话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白方走了很朴实 这个地方不能够记一下的啊 我上次理解错 我认为就是说 你这样弄一下 弄一下的话是没用的 弄一下有什么没用 弄一下以后的话 你看上去是比较舒服啊 比如说我们看看啊 啊 速度差满了 弄一下以后的话 关键是他这样 压一下以后的话 他下一步是先锁 下一步的话 他立刻如果你不走的话 他在这个地方是要点 被他加一下以后的话 这个白方还是很痛苦 所以说白方还要补一下 那么补一下以后的话 这块其实反而是 反而是等于说是 这个地方有可能要落后手 反而不好 因为你如果不走的话 如果你白方不走的话 你被他这样弄一下以后 不行 所以说你如果去补一手的话 无论你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你去B位吧 你去拆一个那个 你如果真的去补一手的话 那么实际上的话 这个的话 有可能的话 效果反而不是很好 就是说他还是会被他走到这个 还是会被他走到这个 这个的话 但是也说不定 说不定停一下以后 也有效果了 这个我反正是搞不清楚 那么他实战的话 他这个选择也有道理 他的话就是强调的 我冲断 我等于是因为我走这个的话 被黑的补好 对不对 黑的肯定会补好了 那么你如果他现在的话 就是说我不是走这个 是这个意思 我有点懂了 是这个意思 他等于说是我现在外面走 我外面走的最后的 对不对 下一步的话 我就把你冲断 然后的话让你去补 等你补的时候 我再从这里跳出 这种思路也许 直接直接进去 你直接进去 我被他压一下以后 你在那个地方补 暂停 开始 他这个软件还不错 可以暂停的 但是也不能录很长时间了 我们抓紧一下 最后是一天能够学一张旗谱 但是问题是 这只是理想情况 这个的话搞不清楚 因为你被他建一下以后 等于说你这个拆二的话 被他两边都逼住了 然后即便你跳的话 他被他陪着跳的话 这个有可能 如果你要厚一点的话 可能还是要补一次 但他实战没这么补 实战觉得就是说 他就是直接开始进去 那么直接这样打进去以后 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无理 所以我感觉 这个棋的话 说不定的话 就是说像我刚才那样讲的话 你不胡的话 直接去击他一下 说不定也有好处 这种事情反正说不清楚 那我们还是相信我的老师吧 他这样走的话 也有他的道理 你这样走的话 如果你这样补一下以后的话 如果是对方是跳的话 说不定你可以那个的 你这个时候打的话 会不会更加好 这个时候打可能不行 他这样跳了以后的话 他这样打进去可能有点接应吧 这样打以后的话 有可能的话就是说 被他这样 他说不定可以用尖的这个手法 我也搞不懂 这个我不带回去 那么有可能是不是 这颗子就会无脚而中的 会不会死掉 这个我也搞不懂 反正 那么我们还是看实战算了 实战也有实战也有他的道理 我们看实战吧 但这个会不会影响胜伏的 但是好像那个地方 黑方的话下法也过强吧 白方的确是有点无理 我感觉这个白方的话 直接掉进去的话 稍微有点无理 还是有点无理 稍微还是略显无理吧 只能说略有无理 也不能说他很无理 高手下去 他们还是比较假分寸的 这个时候的话 这种起来也许 我是说也许白方的话 还不如老老师从这里打算 从这里打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他围的话 他如果要这样围的话 那你就给他跳 陪着他跳 他顶多就是说这样围一下吧 也许但这个的话就算让他围的话 如果他这样围的话 我感觉这个黑的也不一定便宜 对不对 黑的围的方控也不一定便宜 白的也不错 所以我感觉的话有可能还不如直接打算 那么他实战的话他没有打 没有打的话他等于说是去 先去破坏的右边了 等于说直接要把对方那个大模样给弄掉 这个的话问题是你去弄这个大模样 有可能会被遭到对方猛烈的攻击 但实战好像是白方成功 实战的话好像黑的有问题 这个的话黑的有可能还是要老老师从这里走吧 是不是呢 反正搞不清楚 那么黑的这样走也有他的道理吧 又不行了 黑的话有可能担心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样被白方这样压压压压压以后的话 说不定把白的反了震过来 有可能啊 我是说他有可能他担心这个东西 但是我感觉的话这样 如果他真的这样弄过来以后的话 白的煎出去以后的话 这黑的这白的两块的话都都都比较弱的话 未必未必便宜 还是我感觉还是往下面守控好吗 那么实战的话他等于说要把整个白的照进去 这样下的话肯定是不行 理论上是不行的 你这样照进去的话 你要企图被这样照进去 最起码被白方这么一靠 实地损失很大 你如果杀不死他 除非你把它全部 然后他用熟手 这个的话是熟手 二指头必斑 被对方二指头斑掉肯定 现在他不是 他这个时候白方很聪明 白方的话不可能去二指头这样弄的 这样弄以后被黑的咔嚓一刀 就是说我们也用点五下消费 咔嚓一刀其实不成这什么一刀 这个你反正被他断掉以后的话 这个的话不行 这个应该是白的不行 白的的话太苦了 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手劲吧 也许你用这种手劲 这个地方 这种东西有可能是夹手劲 你夹一下看上去很舒服 下手劲 那么对方就把你今天在那抱就好 你反抱的时候的话 他就把你弄掉对不对 这个有可能有点手段 但是应该也是没用的 应该是没用 因为他这个地方他可以反刺 这个其实很奇怪 他可以反刺 你就算把他拔掉两颗指的话 他打二环一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个整个大块的话是活不了 你顶多就是说这里去搬了 这里去搬的话 他就是说那个 反正你的空间的话太狭窄了 你这样的话弄量撞一撞去的话 应该是撞不活的 我们假设试试看 假设你这样一通乱撞 到底看看能不能撞活 说不定也能撞活 也说不定 然后你这样撞 我感觉的话 但是这样的话 实在也没有形成这样 就是说这个的话 这个白方应该是正确的 白方不要去二指头逼搬 然后用那个连搬那个手筋 这个的话有可能是假手筋 他没有用这个手筋 这个的话在有些情况下的话 搬一下 搬一下 加一下 有些情况下是手筋 但在这个场合可能不适用 这地方我们稍微来研究一下 搬一下 加一下以后的话 他这个地方的话白 黑方选择很多 黑方爆掉 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可以 爆掉以后的话 他等到他爆的时候的话 他拔掉对不对 拔掉如果他接的时候 这个时候甚至啊 这个棋很奇怪 甚至的话就是说 黑的可以甚至可以这样接 这样接以后好像白的也不行 白的即便是这样接以后的话 白的怎么讲呢 就是白的这个东西的话 看上去是能活 但是有可能还是活不了 被黑的一退好 然后的话 你如果你要想杀他的话 你只有这样搬 对不对 你这样搬的话 问题是不行 问题是他这样就给你打打 对不对 打打的话一藏就可以 然后呢 白的还是崩溃 对不对 这个白的崩溃掉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不曾在这么杀气问题 你藏的话 他只要整理简单 他就算真不死你的话 他只要把下面那个 把你抱就把你抱着 然后你这个东西的话 有可能是活不了的 这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活 比如说你搬一下 这个你可能是活不了的 你就全死掉了 这个应该是按理论上 应该是活不了的 理论上是活不了的 不过这话 这个油有点复杂 说不定也能搞个结果出来 因为他这个地方加不进来 加的时候的话 他可以这样搬一下以后 这个有点麻烦 这个的话 如果黑的 如果一定要印刷他的话 他这里有个铺解 有这个东西 反正这个其实非常复杂 就是说黑的的话 没必要这么冒险 这么冒险的话 黑的有可能会全部死掉 白的没这么冒险啊 白的没有这种用这种东西 这地方再稍微再来研究一下啊 就是说还有什么变化 我们来练练计算里面 当然我这是说不定也是漏洞百出的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那么你白的话 有没有别的手段 你这种跳的话是没用的 哦 这个错掉了 这个地方那个搬下去的时候啊 其实黑的的话不需要这样打打的 黑的只要把这个给吃掉好了 这样的话是最后的 这样的话 等于说你 你你你这个的话啊 不过这个手段有可能还是成立 他这个东西的话 啊 这个不行 这个的话你应该是不行的吧 这个现在的话不存在什么打结问题啊 然后的话 你说这个的话 这个就有区别了 应该是把这个爆掉啊 黑的不要去外面动手 外面他活不了 这三个只让他自己活一活不了 他做不出两只眼来 然后你做这个的话 他就说老实 这个时候你扑的话 他不理你对不对 他就只要把你这个外面的爆爆掉啊 所以说的话 反正这个白的 你你企图用这种这种东西的话 这种是不行的啊 这假手镜啊 其实舍战当中啊 大部分情况下的话 不存在什么手镜 当然你说那个职业高手 他们有手镜 因为是因为他们是高手 业余里面很多误以为 就是我手镜 其实不是什么手镜 是假手镜啊 所以这个地方 不要不要尝试用假手镜 还是老老实的 就是说像他这舍战是对的啊 不要去弄那个 就是说你被他断掉以后 你搬了以后连搬啊 你以为是手镜 这你弄不好 你全部死掉啊 啊太慢了 不容易啊 所以说的话 这个白方都是正确的啊 实战的话 等于说当黑方顶的时候 白方没有跟他正面作战 白方反正实破他的意图了 就这样冲冲出来以后的话 这个其实黑的是失败 对不对 黑的反正 黑的话最终的话 还是去这里 那还不如一上来 就去坚守 这个地方都很微妙 就是说你正的时候 我一上来 是不是就可以坚守 或者我非手 那么你弄来弄了半天的话 那么最终的话 你还是这样去弄到一手的 那这个的话是 那么被这个白方淘出 简单的淘出 这个时候也很难封的 这个时候其实也许可以这样封 不过也很难封住他 而且的话你封不住他 万一到时候被他逃出去以后的话 他这个地方一冲下来 这个空又被他破掉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黑方的话又改变策略 其实这个黑方思路不连贯 既然前面这么凶的话 索性就凶到底了 索性你就凶到底了 就强行的造他 他现在的话 黑的又开始采取守控了 对不对 他等于说又去爬了一手 那么你还不如当初 他震的时候 你直接飞一下就可以围困 他现在是不是又围困了 所以这个黑的 等于说思路矛盾 这个也没办法 业余的话就基本上的话 他这五六段的人思路 还是相对来说还可以 三四段的人思路更加矛盾 现在的话他等于说思路矛盾 他又去唯控对不对 然后好像这个白方 也是意高人胆大 白的其实应该高高兴议地 逃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白的不逃 白的竟然还去下面去靠他 白的有可能的话 觉得我这个三颗子 也比较厚对不对 我把你靠了以后 我要攻击你这三颗吧 也许是这么一种思路吧 所以围棋这个东西 真的是思路很灵活 就白的有可能啊 白的认为我这个三颗的话 你封不住我 你如果封不住我的话 我等于说的话 我已经不是孤起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三颗的话 说不定还是孤起 所以说他白的又去靠他 但是我感觉白的这样下 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无力 应该逃出来再说 对不对 或者跳了 无论跳了什么 或者尖了什么 你逃出来再说 对不对 白的竟然不逃了 莫名其妙的 也不是莫名其妙的 白的的话也是胆子很大 他就是要去靠他 靠他以后 其实这个时候啊 黑棋的话应该说是什么 黑的话应该还是应该封封了 考虑封封 或者考虑这种刺刺啊 总之要反击反击了 你不能够在二路上搬 跟着他走啊 也许的我感觉 也许这种刺刺的话 说不定的话 所以说我感觉 这个白的靠有可能 还是真的有点过分 这个东西有可能 真的有点过分 比如说因为这个黑方的话 有可能就是跟你 比如说刺一下 他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感觉比神弹也好 他就立一下 他如果胃的好 他如果凶一点的话 就是不怕你 不怕你的话 他再去站里照你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围起什么可能都有发生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地方 黑的味道很恶 但是他不管 有时候下棋的话 他就凭着一股冲劲 他就不管 对不对 你如果再冲的话 他这里大力退 你再这个 他就给你弄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你一下子的话 你反正做不出两只眼来 你如果被他封进去 你说不定还真死掉 你就是他用什么手机 那我就给你接上 我管你什么手机 你抱好了 比如说他万一给你发疯一样 这什么都有可能 不是说发疯 他就跟你火拼了 当然这样火拼来说的话 黑的代价是很大的 一般来说是不太行 就是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他比如说 他真的跟你火拼了 那他全部就不管了 对不对 也不是这么有可能的 你说不定 你到时候的话 这个这个找不清楚 这个到底能不能火 这个反正这样下的话 反正如果一旦被白的火掉 黑的基本上 这半期都要输掉 但是就是说 我感觉白的话 他应该先逃出来 就是说你这样靠他的话 就是有可能 对方会给你拼命的 他就是硬杀你的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这种东西 那么舍战的话 但是舍战这个的话 黑的又开始退缩了 舍战黑的没有下决心 那么等于说 后来竟然还被白方拖先了 这个地方很奇怪 后来白方可能胆子越来越大了吧 试了几下以后 试了几下以后的话 白方觉得黑的水平不怎么样 他就开始胆子越来越大 其实这个心态有可能不太好 不过业余大部分都这样 业余的话 就是说一开始四餐心的弄你 发现你不行的话 他就开始乱来 大部分情况下都 职业的话一般不会乱来 这个我感觉后来白的 好像越来越过分了 后来白的又去这里靠他 对不对 白的这个在 白的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是非常好 他就简简单单逃出就可以 对不对 那他甚至走走走走走走 手都可以 就这么逃逃好了 这么一拐以后的话 就可以逃出 对不对 最简单的就是这么一拐 他不用乱算 这个时候的话 白的的话 白的只要这里一拐的话 这个绝对逃出来 对不对 你黑的要想再封的话 你除非这样去 这样去震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是用最朴实的手法 先走出来再说 对不对 逃出来 理论上应该这样 我感觉 理论上的话 你就让他围好了 然后他如果围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考他 对不对 你等到你自己逃出来以后 你再把对方的那个靠 靠端对方 然后的话攻击他 这个才 你现在的话 你自己都没逃出来 你去靠 我感觉有点过分 虽然说对方 这个高手是我的老师 怎么讲呢 就是西方人的话 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话 就是辩论的 不是说老师一定要 学生一定要相信老师 所以说我们也模仿一下西方人 虽然说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围棋英语节目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说 索性的话 这个并不表示我对老师不尊重 我只是说发表一下我的这个看法 那么我们还是看实战 实战反正白的就是先去考了 白的没有自己没出途的情况下 竟然去考他的话 但是黑的的话 黑的这个的话 被白的白的便宜 对不对 这东西不能走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白的很聪明 对 这个时候白的没有在这里纠缠了 就是对方的话 走到二楼去 白的就认为是先手便宜 就相当于先手便宜 然后白的又去考 这个地方白的等于说 四处占便宜了 不过我感觉这种靠还是有点过分 因为你这种靠的话 有可能对方就给你这么一例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反正这块 说白了说白了 你还是要讨了 对不对 那么你应该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先把逃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考他 他如果往上一尝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往上一尝的话 我感觉的话 你如果敢吃我这颗子 比如说你想弄这种东西 这颗子实际上 它一切很弱 那么它这里给你一飞呢 那么你这个不是四颗子 说不定就要死掉 所以说这个白的 这个下巴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不应该这样去考他 有点过分 但是实际上 这个黑的硬法有问题 黑的的话太保守 黑的竟然 就是说被白的这个头打一下 这个绝对不能考虑的 后来就是说黑的的话 黑的这个 这个班子也许还可以 但是最好 我觉得还是上场 这个班的时候 退的时候的话 然后 其实这个棋的话 这个棋 因为棋着腕时很灵活 这个棋的话 它可以考虑接的 它不一定要 要走那种实战场型 实战场型的话 就是立下来 对不对 它这个棋的话 因为考虑到要攻击 这个它可以接的 接了以后的话 你如果你敢拐的话 如果你敢拐的话 那我就把你震住了 不可惜 实际上这个时候 白的不敢拐 白的不敢拐以后的话 这样白的反而麻烦 如果白的要逃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接的话 比实战那个要好 这个地方实际上 它可以考虑接的 硬接的 这个棋还真的很奇怪 所以说这个白的 未必好 白的用这种东西的话 有点过分 这个棋 如果你白的 这个时候你跑的话 那么它给你 它就这么 简简单单一跳呢 这两个 这两个白的 才能背高 你如果要逃的话 那么好了 黑的很高兴 黑的等于说 残上空气一样 我再跳这个 你要不要跳 问问你 你如果要跳这个的话 我把你一虎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如果要 不想跳这个的话 你想逃这个的话 也可以 那你就逃这个 比如说你要逃这个 我们最最最简单的 我来看看 我来研究一去 当然我是一厢情愿的 那么我黑 那么我黑的话 我只要这样 简简单单的 这个白的 已经快死掉了 我感觉这个白的 已经快不行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白方 这样的话 去碰他的话 应该是无理的 反正 不过我的那个老师的话 他说他下去 从来不计算 他都是凭感觉下的 他也就是说 他可能年龄也大了 年龄应该是比我要大 他儿子都以前 已经读大学了 那就是 反正他是余六为七 他随便还是很高的 随便下下的话 就也能够弄个六七段 至少六段是有的 七段的话 他也能冲上去 但是他有可能 七段上面升降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一层水平也在提高 以前的话 他这个七段上升降能站住 现在他也有可能会掉下来 好了 这个我们不多说了 那么我们看舍站 他退的时候的话 舍站的话 黑的泪 这个是问题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这么弄了这么多 一二三四五 你这样五颗子的话 就这个效率很低 然后白方刮的时候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要走什么 无论如何要走这个场 然后黑的竟然是胆小了 这样的话 黑的等于说 我们没有围到多少空 对不对 表面上那个大模样 全部在大模样以后 一旦在三楼上围空的话 就是失败的 这个是我对大模样的一个理解 对不对 现在你这个黑方的话 全部在三楼上围空的话 肯定是大失败 你本来辛辛苦苦那个大模样 你看看 你这里的话 虽然说你这里四路上也有几颗子 四路上有五颗子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三楼上多了三颗子 然后被对方头拍一下 对方是拍头 这个对方肯定拍头的 这个头拍一下 这个气还下什么下 严格来说这个气不用下 当然 当然我们的 我们的水平可能变数还有很多 但是这个的话 你被他这样拍一下以后的话 亲和一看 对不对 然后这个黑的 这个白的从这里出手 白的很灵活 我本来以为白的会尖出来 其实这个气白的尖出来也不差 白的尖出来有可能不是很好 研究研究 最朴实的话就是白的尖 白的尖的话下一步的话就是压住 对不对 这是眼见的好点 然后的话黑的的话 我试试看 这个尖有可能是真的不好 如果你尖的话 这会怎么样 如果尖的话 那么黑的顺势这样一弄以后的话 这个气还真有点麻烦 你跳不跳 如果你跳的话的话 等于说你的头也被他拍一下 这个气的话有可能是白的不舒服 所以白的要去这里搞论 但是这个地方有气吗 那这个只能说我的脑是水平高的 这种地方我是算不出来 这地方有可能有气 他的话就是这里刺一下 这地方有手段 我看不出来 他这里去刺他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白的怎么走 黑的怎么走 黑的肯定要接的了 这个你不接的话 请和一看 他有可能真的不接了 不接的话 你被他穿断肯定不行了 这个黑的在干什么也不知道 这我只能无语的 这种地方不用算了 对不对 你接的再说 你就算死掉的话 输掉也不算 你这种地方 你被他一穿断 你还吓什么吓 对不对 你又去抱他一颗子 这个已经很小了 不好意思 有点激动了 当然对方那个切尔不舍 他是武断 我肯定下不过他 他有可能是这样是考虑 怕他反叛 怕他反叛的话 那你就接上好了 有什么好怕 对不对 你理论上的话 肯定是要接的 你不接的话 我感觉没有这么一套理论 没有这么一套理论 你去抱他一颗 这一颗的话 实在是太小了 那么被他穿过好了 他是不是穿过 他就穿了再说 这个对 正确 现在的话 他这三颗子死掉也没关系 对不对 他这个围棋很灵活 他现在你被他一穿以后的话 白的获得巨大成功 实际上 本来你接一下以后的话 右边的三颗子的话 还有点薄味 你现在被他一穿以后的话 你还搞什么搞 你这个三颗子 你就算把它吃掉 你也不便宜 对不对 这个等于说 这个三颗子已经成废弃了 对不对 你就算把这个三颗子 吃掉都已经没用了 现在白的这样的话 白的凑凑便宜 看来这个黑的 应该随便还是不如我的老师 这个能看出来 现在看看黑的怎么走 黑的这样还要去弄一下 这个的话有点道理 他下一步的话 他可能要搬出来 那么白的的话 只要顶一下好了 或者连回也可以 这个反正走法很多 或者他顶上面这个吧 我不知道 这个我看他怎么走 他连回 对连回有连回的好处 就最后的 这个棋的话 就是有可能是连回最后 你要顶上面也可以 但是你顶上面的话 也未必好 顶上面的话 就是说什么问题呢 顶上面的话 他比如说这里顶一下 对不对 这里顶一下 你的话 你要想 你要想这里穿的话 他这个地方还可以给你拍一下 反正味道不好 还不如那个好了 还不如连回 直接连回的话 就已经大便宜了 已经大转 这个应该说已经转 转飞了 也可以说 这个太转了 就连回好了 这种地方的话 又试一试下 没有必要追求效率 顶上面的话 可能是效率最高的 但是顶上面的话 有可能有点薄吧 还是有点薄 就是连回就行了 连回已经大有了 这个气 这个黑的大失败 黑的在不知所用 搞了半天不知所用 黑的有可能真的是五段 我那个老师以前是气段 他从气段上掉下来的 他说不定下下又伸到气段去 这个黑的有可能 真的是有水平 没有切断 我感觉这个黑的 不是切断的对手 他这个真的是五段 有可能是 这个黑的没办法 黑的这几步 我看出来水平不高 的确是不高 这个地方去斑了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反气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被对方碰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选择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也选择错过 痛苦 快结束了吧 这半期讲了时间太长了 他有点啰嗦了 我们迅速往下看 获得一个大致印象 就像英语那个贩毒一样 贩毒精毒 我们这样一味精毒也不好 我们现在下面快一点 下面获得一个初步印象 这个时候黑的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 就这样去飞过了 这个气你就算被他跳下来的话 你还可以点三三 对不对 你没必要这样害怕 越害怕的话 这个气越不行 维持这个东西的话 也就是有时候也是两军相绿 叫什么勇者胜 对不对 你越是害怕 处处退让的话 你被对方处处便宜 这个时候等于说 黑方在处处退让 黑方可能觉得 我很满意了 对不对 我就围点空就可以 你这样围困的话 肯定要输的 你这样的话 消极的围困 对不对 黑的气呢 已经放弃攻击了 他觉得我这样 吃你一颗子 有个两目 这个你吃的一颗子 只有两目 对不对 你这脚数研头 有点大的话 也没有几目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所有的黑子都在这里 你会发现 所有的气质的话 黑的全部在这个右下角 这么一带地方 被他穿过 然后的话 他还要顶一下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其实 黑的应该脱线才对 这个顶一下还可以 顶一下以后的话 有线索味道 然后被白方也穿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黑的怎么够呢 黑的在这里纠缠下去 好 黑的还要 这里这种地方还要纠缠的 这种地方你纠缠的话 被 对方这么 对方不跟你纠缠 正确 我的老师还是很正确 我的话 如果是我下 我可能要纠缠 我感觉 这个黑的思路 我如果我跟他纠缠的话 说不定黑的还真的会拔的 说不定 其实这个其中 白的又可以考虑打起 这个好像有绝对线索味道 因为这个的话 你如果白的 如果真的不理 比如说你点三三 当然他有可能点三三的 这个是比较严厉 点三三的话 你这样抱一下以后 又是绝对线索 对不对 绝对线索以后 不过他有可能有这个退 有了这个退以后的话 等于说这个白的话 没有占多大便宜 但是白的的话 在上面 比如说我这样大的 他这个大刺也吃不了他 他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话 冲一下 对不对 这外面的话 这个大刺吃不了 这个三颗白 所以这个是正确 实战选择正确 实战的话就是看清了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线索 有可能真的不一定是线索 我以为这样打一下是绝对线索 如果是打一下对方跟着你接的话 你当然便宜 但这个地方有可能真的不是绝对线索 然后退回 其实退回的时候 这个时候黑的可以脱线的 黑的怎么没有脱线呢 黑的这个是废弃 对不对 黑的这个时候点三三也来得及 也必是战友好 对不对 黑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脱线了 黑的但是黑没脱线 白的聪明 白的就脱线 对不对 白的的话 白的这个时候的话 他很聪明 他不跟你比一位打纠缠 他就是说直接脱线了 那么这样的话 等于说这个时候已经白方已经领线了 再看看黑方干什么 黑方这里纠缠下去没意了 黑方现在的话跳出来 跳出来什么意思 要吃这三颗子 但是我感觉这三颗子 也可以看清了 当然白方有可能不会给他吃这三颗子 这我不知道 我看看我老师的思维模式吧 他还是不肯给他吃 这个三颗子被吃还是有点大 他这个地方没必要被他吃 这个弃子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弃子都能弃 我有段直接下棋 我看了几本弃子的书 我动不动就弃子 就是所以说我最后的话也不发现这个弃子的话也需要弃算 你不能说这个他他不弃是有利 因为他这样毁一下以后 下一步的话他可以封住 对不对 所以他不要弃他 你弃掉以后的话 你被对方这个三颗子 比如说被你爆掉 爆掉以后的话 而且这个弃的话 对方不一定会来爆你的 关键是对方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走啊 比如说假设你你你你捞 捞空啊 你如果捞空的话呢 黑方不一定会来断你 对不对 黑方如果来断你的话 白方有可能这个弃掉三颗的话还可以 这个其实这么理解 就是黑方的话有可能会尖一下呢 这个比较厉害 这个的话你如果一尖以后的话 那么你这个五颗子的话 变得很 整块起变重 对不对 整块起变重以后的话 他就是说可以 说不定给你弄这种 就是说强行攻击你 反正他说不定可以给你发动总共了 所以说的话 这个的话还是不要弃好 有道理的 有时候是不能弃子 又变成这样子 那么应该是A啊 然后白的也是A是不是 全部之后 但是他这个这个软件自动是白的是B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只有一种选择啊 退回 然后的话再次退回 是不是 再次走A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白的还要跟他纠缠 然后那个黑的 白的就不跟他纠缠啊 白的把这三个字看清正确 然后黑的的话跳出来 对不对 黑的等于说是好像是先驱后生一样 但是你现在的话 在二楼上走了几个的话 再去吃他的话 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 他现在还不给你吃 这个不给你他吃正确的啊 现在到哪里了 这个在干什么 白的还要挺啊 挺的话也可以 不挺的话你被他封住 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脱线呢 这个时候说不定黑白的给你脱线 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不脱线 我不知道啊 这个白方正确啊 白方把这个头封住还是有价值的啊 然后的话黑的去断他 那么白的就跟着他走 不要去断他 因为断他 白的连半正确 我还以为是退啊 我随便还是不行 退的话就差很多了啊 这个高速就是高速 这连半紧凑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如果去退的话 就就差很多 退的话呢 你顺便被他又弄一下 这样弄弄以后的话 你可能越来越郁闷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又被他弄一下以后的话啊 你这样弄弄的话 有可能的话会郁闷起 是不是 被他这样弄弄的话 有可能 我是说有可能 那么所以说实战的话是连半紧凑啊 该紧的时候还是要紧凑的啊 啊 这个围棋的确实很难 你就你觉得稍微取代了一点优势 你就四处退让的话 又说不定很快优势就没掉了 连半 连半以后的话 这个白的比较难下了 现在白的怎么办 白的虎啊 白的虎的话 那就挺挺头挺出去啊 好 打正确啊 不是挺头 我又又错误了 这就是高手和低手 打是正确的 因为打的话 他是扳不下来的啊 这个棋很奇怪 这个棋的话 你比如说你打这个的话 他扳不下来 关键是 他好像 好像以为是手筋 实际上不是手筋 那么现在白的 黑的打亏啊 好 我们停掉吧 4.5度分了已经 速度越来越慢 因为你这个打一下以后 被他拔掉 你再扳下来以后 又被他拔掉啊 这个是假手筋啊 假手筋是很可怕的啊 然后你以为是手筋 你比如说你打一下 是不是啊 你以为对方 立到二楼去 对方就直接直接拔掉 你还搞什么 等于说这个被他一打以后的话 等于说是 黑的下注 黑的这个虎的话有问题 有可能还是要立下去啊 这个不应该虎 这个形状有问题 被白方打一下以后 黑的不行了 已经 这个棋 这个棋 黑的下注了 黑的有可能啊 这个棋有可能的话 黑的还是要立 还是要立的 这个棋的话 有可能还是要立的啊 有可能 我是说有可能啊 但是白的话 有可能黑的话 其实你不用担心他断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其实如果他断了 如果他真的断的话 那黑的很高兴 黑的的话 只要这里先打一下再说 对不对 这里打一下 让他加强也无所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只要从这里 那个也好了 不过这个打有可能不好 我是说最简单的 因为你这个 你不能连搬下来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退的啊 这个也比较麻烦 这个不行 这个打打错了啊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 你如果打一下以后 你再拐的话 你再拐的话 白的的话 可以在这里 这里给你那个 这个你飞不出去的啊 这个比较郁闷 你飞不出去 你也跳不出去 因为你下次被他冲断 所以这个打有问题 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那么你如果黑的不打呢 黑的不打的话 黑的可以单拐可不可以 黑的其实不如单拐啊 单拐的话 他就是宽了一口气 对不对 这个打先不要打啊 这个的话 黑的可以单拐 对不对 单拐比较严厉 下部要双打 对不对 你如果要吃我这两个子 比如说你准备 你以为你是先手 要吃我这两个子 到我身子可以弃脚 这个起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你要一定要 吃我这两个子 这个白的也不一定便宜 比如说你这样啊 我们假设形成这样的 转化会怎么样的结果 然后我黑的 是不是也可以从这里来 这个我感觉黑的也没有多少亏啊 这样的话 白的的话 就是说白的脚已经火了 对不对 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果怎么样 另外的话 就是白的如果不退 有可能啊 这个白的不一定要退的 退要吃你两颗子 对不对 白的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我比如说 我现在如果白的再来退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地方有点区别啊 现在我比如说我先拐 我们就就假设 先把那个问题研究清楚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高高兴的 飞出去再说 对不对 我反正先飞出去再说 因为现在你冲不断我 你如果再来冲断我的话 我就一路给你打死啊 这个反正不用摆了 你冲在你再来 我打打打打打打 我冲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黑的下错 黑的的话去虎一下是下错 黑的话应该立 不用怕他断啊 断的时候的话 你就什么都不要走 你就往外面逃就可以了 你现在虎了一下以后 被他拍了一下以后的话 这个基本上要结束了 我看要完蛋 你你是没有什么好的走法 你走这个是假的 对不对 你现在搬下去的话 也是假的啊 你以为就是说 你下一步要双打 你不能这样以为啊 你以为就是对方 为了防双打 接上然后被你这样一结 对不对 把你你把他脚杀掉 这解释就是异想简开啊 这个就是错觉 简形的形成了一种错觉啊 这种错觉的话 就是有时候你书看多 反而会造成错觉 因为书上多么多 什么守经什么的话 这没什么守经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你如果连搬的话 他就直接把你拔拔掉好了 你就什么事情都都没有了啊 这个不存在什么连搬的手段 也不存在打了以后再打的手段啊 看一下啊 比如他现在打啊 这个当然打我想不到 我的话是以为是挺出去 你现在如果那个的话 连搬的话 他就是说这里给你一打就可以啊 他就从这里一打就可以给你 从这里一打你怎么办 你要接吧 你现在如果双打他的话 他就把你这两个拔掉 我们讲的细一点啊 我们假设有初学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这个摆的黑的的话 什么事情都什么好处都闹不到啊 你除非就是说是 这个时候你只能老师介绍 对不对 等到你这样介绍以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这个起很简单的 黑起只要就是什么 老老师都撑了一切好了 他只要老老师这里一切就可以 这个的话 你这么乱打一通的话 好像没用的啊 有可能是没用的 你你以为有可能是没起 比如说你这里乱打一通啊 你打打打打打打打得很舒服啊 初学者就比较喜欢打 东打西打 你你这样打打得很舒服以后 关键是你舒服 那他就什么都不出 就给你这样抱抱就好 对不对 这你你黑的有什么好的 你黑的这两颗子 你还要讨对不对 是不是 你讨的话 这个讨还不好讨啊 讨的话他这里接你一下 反正这个肯定不行 啊 这不用看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的可能出现错觉 他以为虎一下以后的话 他没有想到对方打了以后 他以为打了一下有手段 其实没手段 那么你你不如直接走比位 这个时候被他一打啊 这个气压快结束了 然后他走什么 舍战可能走的是A吧 啊 舍战走的A以后的话 那么你你的话 那么被白方的话 白方这个时候怎么补呢 反正白方的话补一下就可以 啊 不过这个补的话 我也不太会补 他如果最后的话 就补这里就可以 我感觉有可能是补这里吧 我看看啊 啊 正确 我不是正确 我总是要我走对了 补啊 就补这里 这个其实你不要补上面啊 这个其实的话还是有点奥秘 你不要去补上面 补上面没多大意思 你万一不小心去补了这个上面以后的话 这个其实真的还有点味道 你这样一补以后的话 就就麻烦了 如果你真的下出这种旗的话 你就麻烦啊 如果啊 我们说假设 所以围起难就难在这里了 你就算是前面走对 你走错一步就要输掉 你如果一不小心这里一借以后 好了 被他一搬以后 那你就晚了 这个其实真的要晚掉 这个反客为主了啊 不过这样下也白的也不一定会输啊 这个其实也很奇怪 就说你就算这样下白的也不一定会输 因为白的这边很宽广 对不对 但是最起码这个脚死掉了啊 这样不行 所以说你你要小心 这个地方不能不能接上面 那么你一步一步算啊 你能不能接这个呢 哎42分钟了 天哪 啊停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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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智啊 要去炒菜做饭了 对不对 生成都生成不了 你还搞什么鱼了 不能娱乐啊 又变成这样子 我又又又已经不离止了啊 不能这样子的呀 到哪里了 昏掉昏掉 啊到都 哎呀呀呀呀呀呀 啊这里还可以啊 扶一下大大昏招吧 被被对方被 被他这个白的很很痛快的打几下 打几下以后这个接 可能讨历过 那你接这个行不行的 你接这个的话也不行 也是有味道的 接这个的话反正有味道 他这个地方一般对不对 你如果企图去断他以后 反正是有味道 那最起码我们别的不说啊 最起码的话 他这里打一下 打一下以后是先手吧 当然他这样打了以后 跳一下有可能火不了 杀气不够 但是他可以外面挡对不对 外面挡以后绝对先手 他这地方可以跳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的话你反正 所以说的话 这个味道也不好啊 那么最终那个 舍战选择的味道可能最好 舍战的话就是接这边啊 这种地方我们要搞搞清楚的 我们的水平差 有时候可能就是说 在网上下 其实特别在独秒深冲的话 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随便乱七八糟 一接以后的话 这个就失败掉 接两个也不行 所以说舍战的话 接这个是最正确的啊 最正确的一个接法 这些黑的要输了 应该理论上 你这样不行了 你这样弄下去以后啊 黑的到底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 黑的弄了半天的话 被白方一接 那顶多黑的去外面拍几下 我们看看 是不是黑的去外面乱拍 外面乱拍的话 是没什么用啊 他开始乱拍了 我感觉这步调乱掉 你这样拍的话 没用了对不对 白方接上 什么都不用管 你就接上 你这样去拍 弄了半天 他又退出了 这个有可能 白黑的有可能是正确的 其实有可能的话 黑的水平还是比我高 现在的话 黑的的话 如果我的话 我乱打再说 对不对 我打一下 我脱线了 比如说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走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很难走了 现在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白的心位两边张开 走得很好 我大概会这里打一下以后的话 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高速和低速差别 我的话可能不管是370H挂挂叫什么 但这个地方的话 有可能要死掉的 这个其实很奇妙 这个其实的话 就是说他尖一下以后的话 你大概只能挡吧 你挡的时候的话 这个不会死的 怎么回事 一定要补 为什么一定要补呢 这我也搞不懂 他有可能会考虑他这个段 这个段的话 如果你吃这个的话 我就是从上面反打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话 黑的也可以 黑的是后手 白的要吃是不是后手吃 这是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 我们再研究一下 要么白的就是不坚持 接挖可不可以 那我一个个研究 先不要着急 先一个个研究 就是说我这里的话 断的时候的话 我黑方的话 还有一种手段 我可以吃这个 等到吃这个的时候的话 也没用 但是吃这个的话 也未必好 就是说你在这里地方的话 在搬这个的时候 然后的话 白方可以从这里给你搬下来 白方这里搬下来 是没用的 那么不行了 那么这个不成立 看来是不成立 上上看 我是看不出这里 有黑的有什么手 但是这样的话 白方去补了一下 那么它有可能是直接挖 也有可能的 就这个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直接挖的话 我们一个个算好了 我们假设先打这边 打这边的话 我接这个的话 然后那这个没什么手段 我知道了 它这里可能是靠一下 对不对 靠一下以后的话 你如果在那个的话 我在这里靠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不行 有可能不行 或者它不挖也可以 直接靠吧 直接一靠的话 就可能 这可能就活不了了 这也许能活 反正是个打结活吧 这有可能要打结 有可能是这样子 这可能是进死吧 不存在什么打结 有打结 有打结 那么现在的话 假如说实话 我们研究就这个死活的话 白方先不挖呢 白方挖不一定好 白方直接能不能 就直接能不能垮断它 但是你不先不挖 好像垮不断的吧 这个棋也很奇怪 白的没必要 对的 白的没必要用花招 白的的话 这个棋的话 就是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它的话直接可以 就这样撒葱就可以 就接下来撒葱 你如果要那个的话 你要就这几个子的话 然后的话 我再从这里也靠就可以 有可能是靠这里好 靠这里的话 让它这个盐就不够 对不对 它如果要吃这个的话 你就给它吃好 对不对 就给它吃这个 所以说的话 它如果要退的话 那么它的盐就不够 大概是盐不够了 如果它退的话 那么它现在的话 这个盐位比刚才还要少 这样的话 它绝对是活不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它顶多只能接这个的话 你这样一挡 这个地方不存在什么打结 这样它就变得近死 但是这个棋也比较麻烦了 这个棋的话 它有可能这里顶一下 顶你一下以后的话 你如果一定要杀它的话 被它这样弄下来以后 又搞不清楚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点搞不清楚 所以总的来说 我感觉黑的不要补 这个去为什么要去补呢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要补 这个地方白的 好像对黑的尽管有手段 但是也不是那么严厉 大不了的话 我就把那个上面的几个子 弃掉 反正搞不懂 这个棋的话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的话它接的是这个正确 接正确以后的话 它去从这里打一下 以后的话 它又去自补了一次 我们还是再来研究一下吧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手段 我搞不懂到底有什么手段 这个棋啊 这个棋的话 你如果是尖的话 可能还是会 还是要尖的 尖的话 因为它这个力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对方真的力的话 的话 那我就从这里 我可以从这里先单垮吧 这个我也不会走 真的不会走 先单垮还是好 那个好 先单垮我们假设 黑的什么都要吧 黑的把它吃掉 然后白的再从这里冲 白的再从这里冲的话 这个没起 这搞什么 它挡下嘛 这有没有起 不知道 然后再挖嘛 再挖的话 那我就大不了 把上面那个起掉 然后再接 比如说它假设什么都要的话 这个好像没起 弄了半天 所以这个的话 有可能是没起 这个尖的话 有可能没起 实战反正去补了 我也不知道 这地方的话 有可能是挖吧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手段 到底是尖还是什么 不不研究了 要不反正要么是尖 要么是挖 这个我我我基本功太差了 我这个 这个研究不出来 这个到底到底 白方有什么严厉手段 要么就是熟 还有就是最熟的 就是这样 可能还是挖吧 可能黑的还是担心 白的这样挖 对不对 挖的话 那你就从这里打 你打的时候的话 他接对不对 他接的时候的话 你你你再护这个好了吗 这好像也不用很害怕 这有可能不行 因为这个是假眼了 对挖一下有好处 挖一下以后的话 他他这个变成假眼 刚才没挖 然后的话 他再去垮这个 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 去垮以后的话 这个黑的可能就真的不行 黑的的话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想退的话 他是做不了眼 然后你被白的 这个再挖 然后的话 他这里半截也没用 对不对 他半截以后的话 被对方一点的话 就点死 对不对 被对方一点 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然后因为他挖一下以后的话 他这个地方的话 就变成一只假眼 对不对 他顶的没用 对不对 顶的话我走 对不对 你这个的话没起 你顶多就这样打一下 对不对 打一下以后 我一接就可以 然后的话 你往那个脚里面挺进去 让我陪着你走 对不对 大概就这个意思 可能还是挖吧 这个手段有可能还是挖 挖的话 就是可以让 让这个眼变成假眼 如果你尖的话 不一定会死 好了 这不研究了 这是一个局部死活 反正就是说 但是这个 感觉到白方的话 去补一手以后的话 被黑的再抢一个大肠 肯定是不行 这个手战跟做死活体不一样 做死活体的时候 你可以落个后手的话 去救活一块 实战的话 其实你白的话 可以把这五个子看清 对不对 你外面的话 已经很难攻击它了 这五个子就算被白 白的现在的话 看实战吧 白的现在的话 竟然一定要把那个子救回来 那么被黑的这样 横的长一手呢 对 正确 不是正确 我的思路跟我老实 这样的话 黑的还下什么下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空太大了 然后的话再进去 那么这个不行 这个黑方已经很难下 然后黑的再进去 那么 这个棋怎么走 这个棋的话走法很多 这个棋的话 它不一定 白的不一定会要一间地加你的 这个棋有可能 它会坚定在跳的 对不对 让你去拆三好了 好 非 这个 这个走得好 走得好 的确 我想的话 我也不会去一间家 这个请大家注意 这个你不要去一间家 你以为一间家很大 这个一间家以后 你被对方点三三以后的话 这个反而是黑方好 这个你围的效率不高 你的话 因为你现在的话 要有三十之力 等于说用了四克子的话 你再去 实战的话 它这个是最正确 我想的话是尖点以后 但是尖点以后 这个脚可能不老 我的想法的话 就是尖点在跳 尖点在跳的话 就是有可能的话 黑方会与你拼命 有可能 尖点在跳 有可能真的不好 比如说黑方先把这个脚跟站稳 脚跟站稳以后的话 它以后还可以点三三 所以这个棋的话 就是说走这个飞是最好的 奥路上飞的话 就是说奥路上飞的 就看看你黑的什么态度 你到底是要怎么样 你如果那个的话 我就把脚大尾了 对不对 反正这个棋 黑的已经不行了 这么走下去 这个地方是大恶手 这个病的时候 被他这样一走以后 黑的已经不行 不用看了 这其实是不用看 但是我们还是学学了 这你还走什么走 被他这样一飞正确 然后你看看 白方除非拼命 这个棋的话 白方就是说除非这样拼命 但是你这样拼命的话 是太无理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什么都要 对不对 因为你被他下面 那个围起来的话 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他就给你一圣号 这个你很难活的 你不要以为我可以拆 这个的话因为你这个地方被他爬到一下 你这活不了的 有可能是活不了 你这个拆药是死的 这个我们看舍战吧 我只是讲 黑方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黑方去做火这一块的话 你被这个白方在上边全部围起来的话 你也受不了 你肯定也是受不了的 那么我们看看舍战吧 好好 我们又到这里了 好 怎么都还在这里在研究 那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是A是不是 然后的话是B位 这个他 这个还比较简单 就只有一种选择 打 打了以后的话 接了 只有一种选择接 然后是他白 白的话也只有一种选择 白的是接C位 然后的话打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C7吧 C7的话是打上面 C7接上面都有F8 F8打上面 打上面的话 直接接 直接接以后的话 然后的话去并列手 是不是 并列手 这个还快的 现在我对这个软件有点懂了 总算弄了 弄了弄了好大半年了 还没搞 然后的话 他再去一间跌加 对不对 这已经败死了 然后被对方 这步其实值得学习的 这步 这步是走对的 你走错的话 也不一 你如果是一间跌加的话 那是大二 然后的话 已经白的已经快不行了 黑的已经快不行 黑的怎么走 舍战也去走 这个是我走的 舍战不是这么走的 这个的话是不对 不是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那个的话 你要黑一点的话 但实在他不敢这么黑了 他肯定不敢了 没这么大胆子 大二手 这种地方去冲 我这个人在真的干什么 这种我都知道不能冲 这个的话就接上 好 黑啊 这个棋其实接上也可以下 但是这个的话 它是比较黑的 这个我见过 这个说的 就是因为你爆掉以后的话 你还活不了 这个棋很奇怪 你看看 他肯定也爆掉 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 这个棋接了以后 这个也是大幼 其实这个棋接了以后的话 他只要这里再跳一首 的话应该也是 局面也是大幼 这个棋很奇怪 就是说你把 你对方拔了以后的话 他你活不了 这个很郁闷 你竟然是活不了 好 那对对对 他就要杀他了 也不是杀他 就是逼迫他从外面逃 从逃的时候 他就把下面围住 那么这个的话 黑方更加亏 我刚才那个是一个妥协的方法 我认为就接了也不会 这样的话 就四路上跟他围好了 他这三路上围 这个棋我感觉可以四路上围 不过他这样下的话 也有道理 他的话瞄着攻击他 其实没必要攻击他 对不对 这个棋我感觉 没必要攻击黑棋 你就让黑棋逃逃出去 你只要在四路上围围起来 这个白棋肯定控你线 好我们停掉吧 停掉算了 那么他这个 舌站这样走法也有道理 我感觉的话就硬贴的话 也可以 这个棋 这个棋啊 我感觉的话就硬贴好了 就跟着他硬贴好 你看看他怎么走 你如果他如果敢搬的话 你就咔嚓一刀把他断掉 这个棋他还不敢搬 这个棋很奇怪 这个你如果敢搬的话 我就把你断掉 对不对 你两个都没活 你不敢搬 你如果不敢搬 你跟着我走的话 我就在一路四路上 就陪着你走就可以 我感觉 那么舌站的话 这个走法比较有 比较有讲究那个味道了 他这样飞一下以后 下一步他要飞起来 有可能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开始站吧 好好 这步骑还可以 这步骑倒是还可以 但是也没用啊 这步骑的话 他如果你不走的话 他冲一下对不对 但这个打打掉好了吗 解答对 打这里是正确的啊 打这里是正确的 对打了这里以后的话 他反正也是死掉 对不对 你反正也逃不来 然后你再走这个 那么我感觉啊 这个骑的话 白方只要微微空的话 白方就赢了 白方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追杀他了 我看看 实在正确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 就就这里微微起来 只要把这个上边 这个围住就可以了 如果下一步他不走的话 如果你不走啊 比如说你你再去走 走走的话 那我就不停地 跟你围围的话 我就赢了 对不对 我肯定是赢了 我就跟你围围就赢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停地 围围就赢了 我感觉就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是吧 或者我也可以谨慎一点 我不一定要这样围 对不对 这个的话 我可能有点风险 我就这样围围的话 围到五路上 我也赢了 对不对 我感觉的话 这个白的肯定赢了 对不对 这个空肯定领先了 好 那我看实战啊 实战的话 今天这个视频 已经达到60分钟了 创纪录的视频 都没这么长过 实战这种是超级无理的 这种的话 你自己的话 你还要去监忠他 这个的话 我感觉白方的话 可以忍耐 我感觉啊 因为我的体还是比较老实 就跳跳 他没什么话头 实战有可能 没这么忍耐 这个有可能反击 这个我不知道 我看一波我们就结束了 我感觉的话 这个白黑方超级无理 他真的是忍耐的吧 看到我跟我老师的思维 还是很像的 他就是忍耐 对 这个没必要跟他 好 那就白的全部跟着黑的走的话 白的也不行 黑的也不行 白的还是反击的 我准备一时